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法会帐目委员会最快下星期三公布 前廉政专员汤显明涉嫌乱用公帑的调查报告 究竟有关人士被语以什么批评字眼 虽然报告未出但已经甚嚣尘尚 事件主角汤显明由当初审计报告 指他超资请食饭 到后来被揭发用公帑买酒、买牛腩鱼蛋来送礼之外 更加擅自更改外访行程等等 加上政公又前言不对后语 所以被障委会予以最严厉的字眼来谴责 可以说是意料中事 不过不跟随联署指引 决定将走水费用和筹作开支分担申报的 社会关係处处长穆菲文 就不会被点名谴责 据了解唱委会只是会谴责社关署 没有制止到汤显明的行为 日剧里面一句上司责任由下属承担 似乎在这份报告上就不太适用得到 其实当初审计报告只有短短半页子 也只是针对社关署两次超资请食饭 但到后来揭发了汤显明这么多罪状 全是因为穆菲文的公辞 穆菲文作公的时候曾经说过 汤显明某次外访的时候 玩的成份居多 又透露汤显明部分送给人的礼物 其实是绕过社关署委托其他同事购买的 这些都是顶正了汤显明正公前言不对后语 有人也都形容 穆菲文的角色就好像污点证人一样 不过我们就打探过 帐委会其实一致认为 汤显明作为廉署的最高领导人 就应该将焦点放回他 并不是刻意放生穆菲文 避免廉署尴尬 而帐委会的报告出台 又不等于事件可以告一段落 因为民主党的林卓廷 已经是向廉署投诉 指穆菲文违反常规 另外立法会早前成立的专责委员会 亦都会针对着 廉署向立法会提供的答复 不尽不实 调查一下 会不会有误导立法会的成份 在里面 穆菲文是否真的可以走出上司错误 由下属承担的打公仔宿命 仍然有变数